可能会痛哭吧 夺妻知愁不公带天 关小彤开挂 青霄贤 想见高月圆 hello各位爱奇艺爱聊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赵友廷 之前看你很少参加综艺 这次来参加最后的赢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就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人 然后我喜欢的东西 什么这个那个的 这个挺宅的 不是特别爱交流的一个人 但这一次看到推理探案 我就觉得好像还蛮感兴趣的 蛮有趣的 说不定可以自己给发挥一些什么 接到邀请后 对录制这个节目最期待的是什么 最期待还是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吧 就好像 因为我也平时不太喜欢的 不怎么玩什么密室啊 剧本杀啊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在一个综艺里 然后你可以很沉浸到一个案件当中 然后随着NPC的给你的线索 你可以自己引导那个节奏跟方向 我就觉得还蛮感兴趣的 请分别给自己的以下能力打分 逻辑能力 3 体力 1 观察力 6 哎但是你们看哦 这是不是有被 有被摘掉一朵的痕迹 判断力 9 决策力 你就拼分两路嘛对吧 我觉得风哥带一对我带一对 然后你们去斧头那的 你们去 如果拿到卧底的本子是期待还是紧张 觉得做卧底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我肯定演不了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骗人的人 对于撒谎我实在 我骗人我实在找不到乐趣 你之前有拍过悬疑类型的戏 你觉得参加最后的一家 跟拍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就还是那个沉浸感吧 我觉得拍戏 虽然你进入到剧情 进入到人物 但你还是知道你在拍戏 但是这个的话 我就更期待这个东西能够让我 忘掉我在录一个节目 在录一个综艺 就是真的跟随那个剧情去走 众所周知 秦萧贤是高远运的粉丝 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会不会在他追星的路上帮他一把 看他的节目的表现 他最近 不要拿这种事情威胁我 如果夏明 陈孝正 杨守成 和你本人一起参加这个节目 你觉得谁会是找到最多线索的 可能是夏明吧 因为他特别擅长观察 所以他很厉害 谁会是推理最快的 推理的话应该是陈孝正 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最后的赢家 可能是杨守成吧 因为我觉得他 所以他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然后就是 哪怕赢了输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赢家 如果节目上了热搜 请说出最有可能的热搜词条 关晓彤 开挂 清潇贤 想见高媛媛 最让你有回复的冲动的评论是什么 夺妻之仇复攻殆天 最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类型 现在想要尝试喜剧 或者反派 如果早晨醒来 发现眉毛消失了 你会怎么做 可能会痛哭吧 因为我就最硬违傲的就是眉毛 更喜欢西装还是运动服 看场合 用一种小动物形容自己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 我挺想当老鹰的吧 如果见到阿拉丁神灯 最想许什么愿望 请给我无限的愿望 用一个词形容最后的赢家 是你路过最什么的一个节目 累 哈喽大家好久不见啊 就真的不是我不营业 不懒散不开工啊 就是你也知道我 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很有要求的 像这一次录最后的赢家 我其实哪怕自己 没有办法发挥的特别好 但我觉得节目肯定是好看 所以到时候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还是有在准备其他的项目 然后也会努力拍摄 希望能够拍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